很多家长会用退热贴给宝宝退热,我们平时一看到额头上贴着退热贴的孩子,就知道,嗯,这个孩子发伤了。 可是最近,局长闺蜜的宝宝发伤了,医生却不让他给宝宝用退热贴,这是怎么回事呢? 退热贴究竟能不能用?局长今天就来为妈妈们揭开退热贴的真相。 退热贴的原理是什么? 退热贴起退热作用的部分,是高分子水凝胶内含80%水,不含,冰片等。 它利用物理原理将热量集中到焦状物,通过凝胶中水分的快速蒸发带走人体的热量,从而达到局部冷敷的物理降温的效果。 退热贴因为方便,不易产生副作用,很副时间相对较长8小时左右,宝宝接收度较高,而被售价长轻烂,好像宝宝发烧一天沾退热贴,就万事大极了。 事实上,退热贴真的有那么省吗?退热贴真的有用吗?退热贴有没有效? 这在医生群体中都存在争计,有一部分医生是鼓励使用退热贴的,而有一部分医生,对退热贴是不屑一顾的。 鼓励使用派,只要使用得到,退热贴肯定是有用的。 它可以降低脑部局部温度,使脑部代谢速度减慢,进而起到防护脑细胞的作用。 两个月,五岁的发热患儿,如果照常玩耍,机敏活泼,则不必用退烧药,应尽量应用物理降温。 但是解答便捷,起效迅速,作用持久又提醒醒脑的退热贴,也是很好的选择。 不屑使用派,在知名儿科医生博主虾咪咪咪看来,退热贴局部降温意义不大,还可能导致局部皮肤过敏,没必要使用。 小儿拜科裴医生曾多次发表言论炮空退热贴,她把退热贴称为坑王之贴。 看到这里,有的妈妈可能说,一个医生一个说法,那我到底该听谁的,退热贴究竟有没有用呢? 这时,数据可能是最好的法官。 有一项研究将216米高热换而平均分成两组,一组换而给予部落分汇水液联合退热贴退热,并一组换而单纯采用退热贴退热。 结果发现,联合使用部落分和退热贴退热的有效率,高于单纯使用退热贴的有效率。 通过上述研究,不难看出,单纯靠退热贴给宝宝退热,效果是有限的。 宝宝发热了要怎么办?在实习宝宝发热的护理方法之前,妈妈首先得明白,发热本身不是病,它只是某种疾病引发的症状。 发热代表宝宝自身的免疫系统,正与外来病人体做斗争,这对提高宝宝的抵抗率是有好处的。 如果不找病因,只求退热的话,就相当于把与病血斗争的武器给收缴了,宝宝就毫无防备了。 这样就算体温恢复正常,也不代表病治好了。 所以,宝宝发热在38.5度以下时,如果精神正常,能吃能玩,没有明显不适的话,不必急着给它退烧。 而且,妈妈们以往认为,安全无副作用的温水差距,洗温水遭的物理降温法。 无论是美国儿科协会,加拿大儿科医生协会,还是中国儿童发热指南都不推荐使用。 尤其冰水,酒精探浴的方法,更要延继使用。 虽然医生们对于退热切又没有用说法不一,但有一点他们是达成共识的。 就是,退热切只能用于体温38.5度以下,超过38.5度,就应该敢用退烧药了。 目前世界公用的安全性最高,副作用最小的儿童退烧药有两种,对隐线氨基分和部落分。 部落分只能用于6个月以上的应用儿,3到6个月的应用儿,可以选择退隐线氨基分。 使用退烧药要注意三点,一不能两种药同时或焦体质,只能选用其中一种,二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过一准的尽量服用,不能自行加量或减量。 在每次服用,需于上一次间隔4到6小时,每天服用不得超过4次。 由于退烧药只是把体温降低,并没有起到消除病原体的作用。 所以不要使体温降下来后,仍是有可能再次发热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气牛CXYD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